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主要講騎士銀之士的答題 今天我們來參加一個特別的活動 那就是由福斯所舉辦的T-Family Day 什麼是T-Family 那就是由T-Cross、T-Rock、T-Grom 這三部修旅車所組成的T-Family 你要知道這三部修旅車在福斯 占了相當重要的銷售占比 在今年6月底之前 福斯在台灣賣了7000部左右的指數量 但是這三部車就占了接近7成 也就是4700台的水準 所以你會發現 不僅這三部車是福斯 非常重要的銷售占比 而也是目前台灣很重要的銷售指標 為了讓我們能夠確實感受 這些T-Family車主的日常使用 甚至假日的一些outdoor戶外生活 原廠特別安排長距離移動行程 讓我們來到新竹去露營 去體驗一下這些生活 來藉由這些更為多元的實體實價體驗 來給我了解他們產品 甚至這些車主有些使用心得 所以相信今天活動一定非常有趣 有好玩 在影片開始之前 也請大家幫我頻道訂閱中起來 有點按讚訂閱的追蹤分享 都是給我們最好的支持率 如果大家對非退同伴的短題持續販售中 如果你想支持購買的話 下方的說明欄有附上連結 再請大家多做支持幫忙一下 這次T-Family Day原廠提供的車型 像是T-ROCK330 T-GROCK380 而且都是R-Live Performance的車型 而在抽現之下 我先抽到T-ROCK330 其實我對這部車印象蠻好 因為在蠻久之前 他們推出公辦實車的活動時候 那時候我就試駕這部車 在泰魯閣山路 來享受它一些操控性能 感受蠻好的 而在我們在內湖嵌到車之後 我們立刻開上梯頂 而且接著快速高速公路接行駛 當然上了快速高速公路 要使用它的車身穿梭系統 而且我覺得 它在啟動這個功能之後 它對於車道維持這個表現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它可以偵測前面的一些表現 來及時去調整一些路途的修正 而且我覺得修正還算是蠻線性的 然後它在一些加速減速的調整 我覺得也算是蠻柔暢的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當你在車道行駛一段時間之後 你拿方向換道 這個銜接性我覺得蠻好 給人這種蠻成熟順暢的操作感覺 不過在高速行駛之下 當然這種風切聲啊 底盤噪音 我覺得在T-ROCK方面 它也維持一定的水準 並不會給人覺得 因為它可能設定比較Sporty 熱血一點 所以騎乘應該要有的質感表現 好 結束完 慢慢的高速公路長路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山區 因為我們今天露營的地方 是在新竹的飛鳥恰恰營地 這一段的山路設定 其實還蠻緊湊刁鑽的 甚至很多時間會出現彎中 再有彎的情形 而且還蠻多上下高低起伏的 所以對於T-ROCK 330來說 其實還蠻俏裕的可以展現 還記得上一次 我開了330 在中橫來試駕 就對它這種底盤大魚 動力的設定感到驚艷 然後這次再遇上T-ROCK 330 你的感受依舊如此 你會發現這190匹的動力 其實在日常代步來說非常好用 這樣動力配上7速雙離合器變速箱的搭配組合 這下你會發現 這樣子演繹其實還蠻棒的 然後再加上4Motion以及運動化的選調設定 你會發現在彎中即便用力 它加以我們大腳出彎 它依舊可以把你牢牢的釘在路面 而且雖然它的4Motion並不是像是同集團那種 以後驅為導向的四驅系統 但是因為它在更極限狀態之下 後輪的驅動比依舊也有接近50%的水準 所以還是可以對於你車尾的動態很牢靠的去控制它 而且我覺得它避震器設定也算是硬朗 也因為它輪子配19吋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低速行駛感覺 你會覺得還蠻sporty 甚至有點蹦蹦跳跳的感覺 然後當你速度加快 在中段的時候那種支撐性也不錯 甚至在一些彎中高低起伏的時候 它也算是能夠撐住你車體 除非你在有點高速的路段 彎中路況又沒有那麼好情形的時候 才會出現那種又支撐不住 然後有點上下搖晃的情形 但這樣的情形 基本上是你已經開到殺紅眼 用力殺過頭的情形 才會這樣出現 基本上很多時候 你都會感覺到T-Roc 330 都會給你很安心很心態的嘲諷感覺 好在連續殺完這一段山路之後 飛鳥恰恰營地就在我們眼前了 好我們現在就把T-Roc 330 TSI 來開區營地 準備今天開始的錄音生活吧 其實啥子算得算喔 距離上次我們去司馬庫斯錄影 又是好幾個月之前的時間喔 其實這幾個月以來啊 我工作的行程真的好多 我壓力好大了 有點讓我喘不過氣來 不過好在我來參加 富斯所舉辦的T-Family Camping 這錄影活動喔 讓我可以開著T-Roc 從內湖來到遙遠的新竹監視鄉 你知道嗎 當我開進錄影區的時候 我有點震驚到 這滿山便宜的綠色植物 蟲鳴鳥叫美好的陽光 然後旁邊還有蟬蟬水流 我好像來到另外一個世界 而晚上呢 你可以享用美食之餘 還可以看投影機所投放出來的電影 天啊 美好生活目過於此 我想這樣子的行程喔 對於很多人 甚至很多富斯車主來說 也是相當切實的寫照 因為我們總是把自己 堆積很多壓力之後呢 想要去一次的釋放 這時候呢 你就需要來到像這樣的地方 來讓自己好好的放電放鬆 而在短暫的放鬆之後呢 你又充滿了電 有滿滿的精神 又可以影響下一次挑戰喔 而我想呢 這也是呢 富斯他們所舉辦T-Family Camping 最主要的精神 預想法喔 以上就是大堆Battery 來參加富斯 T-Family Camping的試駕報寶 希望你有喜歡 你多久沒有去好好錄影了呢 我們下支影片見喔 我們下支影片商場